OK,我們又回到廚房了 今次都要做一個快、靚、正的Vlog 因為都一直很忙 我想忙到下星期 因為這部劇差不多了 基本上這個星期我和他每天都開工 而且都沒有什麼機會見大家 所以之前那兩個星期都沒有什麼準備 因為很短,所以不好意思 多多包容 今天我們在廚房 當然是教大家煮食 我覺得就要教大家做一個中式的甜品 謝謝 因為接下來是冬至和聖誕節 我覺得如果你們和朋友和家人一起 你可以展示一下Kori 這個甜品不簡單和很好吃 希望我們可以在半個鐘裡完成這個甜品 再加上剪片 三個鐘、四個鐘 好,今天教大家做的就是薑汁 撞奶 做薑汁撞奶當然要有薑 其實薑要先去皮 選擇比較老一點的薑 然後就磨薑 這樣 好 當我們把薑變成一片東西之後 就是把這片東西 再硬碰它 把薑汁撕出來 每個碗需要一湯匙的薑汁 如果大家細看的東西 裡面有些白色的類似粉狀 那樣東西可以怎樣 其實是需要有這個白色粉狀 用一些牛奶才可以凝固 待會撞下去的時候 所以一定要看到 你炸了一些薑汁出來的時候 是看到有那些白色的粉末在底 薑汁準備好之後 下一個步驟當然要煲牛奶 牛奶一定要用全脂奶 不可以用脫脂奶 這樣會比較香 而且需要全脂奶才凝固 我大概就餘下兩碗牛奶 說明是甜品 一定要加少許糖 我就用了一些冰糖 滋潤一點 糖就慢慢加下去 如果不夠甜 再加多一點 這個甜品有一點巧妙的 牛奶的溫度可以超過80度 所以我們要檢查它 要75至80度 這樣 否則太熱 不行 太冷 也不行 撞下去的時候 就會一片 先檢查一下 剛剛我把牛奶倒進薑汁裡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蓋住10分鐘至15分鐘左右 希望成功啦 好了 關鍵的時刻到了 把牛奶倒進去看看它可以不可以 成功 其實第一次我們試的時候 失敗了 為什麼呢 好像說 沖牛奶進去之前 要拌一拌一些薑汁 而且我們加了太多牛奶 所以它無法融化 類似是這樣的 I think 試吃時間了 好像豆腐花一樣 不誇張 不誇張 真的嗎 挺好吃的